法会议员黄毓民 涉嫌向行政长官梁振英订杯 被控普通袭击案 继续就有关新闻片段 可不可以呈堂进行聆讯 黄毓民早到东区裁判法院 就前年在行政长官答问会 涉嫌向梁振英订玻璃杯 被控一项普通袭击罪应讯 据向处理新闻片段的警员关善元 就录取口供的细节 和新闻片段可不可以呈堂作证据作盘文 关善元说 他一共下载五段新闻片段 包括前年7月3日 无线电视、有线电视、Now新闻 和苹果日报片段 以及两日后苹果日报的片段 黄毓民问 可不可以确认片段有没有后期制作 关善元说 苹果日报在7月5日的片段有后期制作 但只能够凭印象指出 又认为后期制作不一定违法 黄毓民又在庭上播放事发当日 无线电视6点半新闻的片段 说订杯的部分用了慢镜、放大、重播、转镜头等后期制作 关善元同意 另外 黄毓民向裁判官申请明天下午休停 因为要出席立法会帐木委员会闭门会议 以及出席立法会大会 裁判官说 审讯日期一早已经安排好 建议将午饭时间延至下午两点 午饭之后休停 无线电视记者静讯文报道 公民党成员曾建超 前年在占领行动期间被控集警和拒捕的案件 法庭继续处理亚视新闻片段 可否作为呈堂证供 公民党成员曾建超 由公民党主席预约未陪同 抵达九龙城法院 庭上继续处理亚视片段是否可以呈堂 控方庭上缓引北爱尔兰一宗冲突事件 电视台片段获接纳呈堂作为案例 指亚视片段也应该可以呈堂 不过辩方质疑北爱尔兰的个案 有电视台监制就影片的真伪作供 也有另外一些片段印证呈堂片段未经加工 同时当日警员已经录下片段 相反亚视片段并没有亚视的代表 证明片段来源真确性 片段也是一个月后才由警方在不明网站下载 所以两宗案件不能够相提并论